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各位美国湾区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 大家好,我是霍永强 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节目 响如中外的波浩鸿鱼姚中怡教授 26日凌晨在香港家离洗 响年101岁 消息传出来都令到大家非常远色 但是回生想 职润百岁仍然能够活着于艺术工作 然后又在众人不觉之间 朝延离去 未尚不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和姚公相识 其实是因为担任香港中华文化出用中心的理事 而姚公正正是中心的代表人物 去到2009年 香港推动活化历史建筑计划 当时参与策划将荔枝岳医院 活化成为现在的姚中怡文化馆 虽然过去十几年时间 聆听姚公教会的机会不少 但是要亲身请益 其实都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姚公身边永远围绕着他一大班粉丝 但是这么多年来 还有几次闲谈的机会 我记得曾经有一次 提起了 有关于他在新加坡教学期间 因为姚公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 虽然当时在新加坡的时间都不多 但仍然有机会能游历 升州 马洛甲 奔城等等不同的地区 搜集了一些 星马的悲黑 完成了 所谓 星马 华文悲黑 系列的一本书 而之后 他将在 去新加坡前前后后做的一些研究工作 结集成书 出版了 《新加坡古时记》 新加坡在20世纪之前 有各项的历史资料 做一个总结 其实当讲到这件事的时候 距离他真的做这本书的时间 都差不多整整是半个世纪 40多年的时间 但对于姚公来说 我的印象就是 他仍然是很清晰 而他不放过任何机会 努力完成 手上工作的努力态度 都是非常令人敬佩 所以 印象 除了是 作为有天分 有能力之外 更加重要 还是工作态度 姚公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 跟他外表很不协调 就是他很多时候做事情 都很放松 而且 很喜欢尝试一些新的方式 特别在书画艺术上 做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尝试 所以他的画很多时候 都有特色 曾经有一次 就很大胆问过他 有没有他不喜欢的 作品 或者他在尝试过程之后 发现这个尝试 其实也是 失败的 他当时 就很坦诚说 当然有 但是试过了 然后再做好他 就行了 说起来 仍然是惭愧的 多年来 和姚公接触不多 也不深入 只能靠这一两件事 作为纪念 好了 回到世界大使 最近美国 很多次 提到有关于 中国威胁的问题 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 在2月1日 启程 前往 墨西哥 秘鲁 和哥伦比亚 衙买加 等5个国家 进行为期6日的访问 出发之前 他就在 Texas 的 Ostain 分校 进行一个演讲 但是在演讲的过程中 他就将中国 称为 新帝国主热烈强 同时 也扯上俄罗斯 向 拉丁美洲国家 受卖武器的威胁 等等 Texas 其实就企图 寻求美国 继续维持 美洲 或者 所谓 西半球的主导地位 但是 目前 中国就已经是 智利 亚根廷 巴西 和美国的 最大贸易伙伴 所以 中国 就对美国 构成了一个 潜在的威胁 所以Texas 更加强调 拉丁美洲国家 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来保证 主权的安稳 以防止 略食者 进入他们的地区 Texas 还特别强调到 相对于中国 美国 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他们不会寻求短期的交易 不平衡的回报 他们是寻找 具有共同价值的合作伙伴 所以 美国 才是一个 完美多面的伙伴 但明显地 这些说法 对于美洲 发展中国家 所谓 美国的共同价值 一向 存有极大 戒心 虽然美国 不希望 自家后花园 会变成 中东 又或者北非 那样 但美国 对于 拉丁美洲国家 过去一段 时间的 态度 其实 对 拉丁美洲国家 构成很大的威胁 而所以 才会慢慢 靠向中国 但是这样的倾向 就明显令到美国更加忧虑 在美国眼中的老牌 帝国主义的列强 当中包括英国、法国、 西班牙、 甚至是苏联等等 都曾经 动用过武力界进入美洲事务 但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国家 其实 一向以来 没有任何的 军事干预 而是集中在经济 和拉丁美洲国家 做一些 互为互利的生意 但是 这段时间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明显地 吸引了美国 精英们 或者 背后的 控制阶层的 警觉 所以 他认为 这样的发展 可能 长远来说 就会 踢走美国的大佬 建立新的势力 虽然这只是商业帝国 而不是军事帝国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新帝国的标签 已经架持在中国的头上 所以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 帝律深警告拉丁美洲国家 第一 他们不可以过度依赖 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虽然在拉丁美洲 慢慢站稳阵脚 所以 美国就更加要标签 成为 新帝国主义 并且 认为中国 利用他的经济影响力 将拉丁美洲国家 这个地区 纳入自己的位置 但是 问题是 拉丁美洲国家 要付出 怎样的代价 怎样的经济代价 虽然 贸易会带来短期的利益 但是 与中国不公平的 贸易关系 可能会危害 这些国家的制造业 导致失业 和工人工资的降低 但是 替勒芬的说法 实际有太大的出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 在过去20年 中国企业 在拉丁美洲 创造了180万个就业职位 不久之前 而刚刚没多久之前 中拉论坛 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在智利成功举行 拉丁美洲 和加拿比海 31个国家 派团来参与 这个会议 其中 包括有9个 与中国没有建交的国家 当中会议 通过了 《圣地亚哥宣言》 《共同行动计划》 和《关于一带一路的特别声明》 三份文件 明确反映了 在下一个阶段 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 可以建立一个 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共同推动合作优化升级 创新发展的明确意愿 在美国建国以来 千辛万苦 才将欧洲的势力 驱逐于美洲之外 令到差不多整个拉丁美洲国家 都成为美国的后花园 所以在这段时间下 任何牵涉到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 都会引起美国的非常大的反应 当美国还要计划 对中国进行贸易战的过程之间 拉美国家的反应 又或者他们的态度 对美国来说 就会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所以美国不单 只会将中国描述成为一个 新帝国主义 更加暗示一些冷战的思维 中国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 令人想起过去 而这个 是不应该 成为拉丁美洲地区的未来 但是在另一方面 拉丁美洲国家 也都心里有数 一方面 深化对华合作 可以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 而同时 这样的形势 也可以牵制 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态度 可以说一石二鳥 到底这个预议算盘 谁打得最响 就有未来的时间 再来分析了 休息回来 继续大家 时事观察 如此事观察 并且 团板 继续解散